万人乡公所原定上周五号办理的活力健康操 即老幼共学成果展活动 因为山土尔台风来搅局而顺言到了今天举行 那么由于乡公所是祭出了第一名 14000元的冠军奖金 也因此全乡七个文件站老人长辈是武力全开 竞争激烈 现在就透过镜头一起来感受现场的比武热力 不论是道具还是武道动作对形的变化 每一个文件站的长者武力全开 誓言要拿下今年度万荣香 活力健康操比赛的冠军宝座 甚至还有文件站是大条现在最夯的三任务 竞争激烈 或许也因为竞争太过激烈 被求生新高昂导致了一名长者身体不适 所幸在相公所社福所以及造福员的协助下 随着消防救护车火速送医治疗 而这一段小插曲也不影响竞赛的进行 不仅长者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 也跟着胎上的阿公阿嬷首舞组到来应援相当可爱 因为大家都很熟啊 平常在社区里面也常常来往 然后我们把它组织起来 大家一起来研究 一起来跳舞 嘻嘻哈哈的 非常高兴 我们本来就很喜欢跳舞的 我每一个礼拜当中有一次的舞蹈 我们老人家也顺便运动这样子习惯的 汉荣香公所一年一度的活力健康操继老幼共学成果展 原定上周五号举行 却碰上了山土耳台风来搅局而顺眼到今天 然而各个文件站长者卖力舞动 竞赛的精彩程度不减 而总共有六个优胜奖项 香公所也祭出了重赏以致鼓励 长者在平时的一些准备的一些成果的一些展现 那各个文件站都很配合 其实他们在活动开始之前也做了很多准备 那当然公所有在名次上面 当然也是有安排很好的奖金 他们都这个部分今年准备的也算是重育 今年迈入第八年的香吉活力健康操继比赛 除了鼓励长者社会参与活出健康与活力 香公所也首度结合办理老幼共学成果发表会 借此传承与学习 现场气氛欢乐和谐 记者是玉兰张敏泰 万荣采访报导